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9日 棉恩斯摆阵营战费雷宝 德甲在周一凌晨继续有好戏上演 棉恩斯将做阵主场营战费雷宝 费雷宝正在全力争取夏季欧冠联资格 不过棉恩斯并不好惹 后者近况出色 双方此番相遇定必斗个你死我活 另外南韩的李在成也将与日本的唐安律 在德甲展开亚洲球员之间的较量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棉恩斯近期状态提升的十分明显 过去七轮联赛取得五胜意和一负的佳绩 排名也跃升到德甲第七位 主要是棉恩斯在进攻端开窍 过去七轮联赛攻入18球 李在成和卡莲安尼斯和均在此期间攻入了4球 表现十分理想 另外 棉恩斯已经好取联赛主场四联胜 5比2击退波琴 以及4比0大炒慕逊家伯的比赛可谓大快人心 值得留意的是 这四场主场胜利 棉恩斯没有一场在控球率方面占据上风 球队更在意的是防守反击时的效率 就算金铺面对争四分子之一的费雷宝 棉恩斯也有力在主场至少保住一场合局 阵容方面 前锋装拿分贝卡特和巴拉查古达都因伤眷勤 在欧洲连16强主客长两回合被一甲传统豪门祖云达斯双杀后 费雷宝也结束了经济欧战的争夺 球队接下来将全身心摆在国内赛事当中 鉴于对比起联赛有机会争夺欧贯联资格 德国杯的赛事对于他们来说也应该不会太过上心 费雷宝近期联赛表现算是比较理想 球队过去八轮联赛只输过一场 对手乃是争冠分子多蒙特 实属非战之罪 云新宿基科是费雷宝 经济最未值得依赖的球员 此子经济联赛贡献12球 八场有入球的比赛中费雷宝取得七胜一合的佳绩 此子堪称为运才童子 不过费雷宝是一作客出战 还是需要对缅恩斯有所提防 球队近两次走访 缅恩斯都未能获胜 他们此行还是应以全身而退为首要目标 阵容方面 中场丹尼尔高飞机耶拿因伤无援披甲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